在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一些反常识的现象 比如最近有新闻说 某女士大学毕业后独自收废品创业 她每日精心化妆 并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时尚穿搭 然后开着奔驰车四处收购废书来卖钱 因此月收入达到五位数 当我还没从该新闻中缓过神来 有网友又发来视频链接 再次颠覆了我对废品的认知 直接有人用脚尖踩住一个废酒瓶 用力挤压弹出 让她在冰面上打转 最后酒瓶竟然呼呼悠悠地站立了起来 仔细观看视频发现 瓶子在前进中不仅绕着轴线自转 还同时绕着一条迁锤线周期性的顿挫旋转 期间瓶口高度反复升降 瓶身贴地旋转约半圈 瓶口就上下振动一次并逐渐升高 最后变成了站立姿态 看起来这个废酒瓶比新闻里的废纸更加反常识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来到西伯利亚一处寒冷的湖面上 这里散落着醉酒人式的拉达轿车和福特加瓶子 我们找到一个顺脚的瓶子 用脚尖踩住 将其挤压弹出 由于鞋底的摩擦力 瓶子一边绕中轴线向后旋转 一边在冰面上向前滑动 但冰面上的小突台突然将瓶子弹起来 使瓶身变成底部接地的倾斜姿态 此时我们把瓶子的质量 向重心所在的横截面集中 就变成了一个绕着中轴线旋转的陀螺 由于重力和瓶底边缘的支持力 对瓶身产生了倾倒力矩 让瓶子弹起后又倒向地面 但这个陀螺在倾倒力矩作用下 会绕着接地点转动 也就是陀螺的进动效应 并因此产生抵抗倾倒力矩的陀螺回转力矩 持久瓶具有保持当前姿态的趋势 这个回转力矩的大小 等于瓶子对中轴线的转动惯量 呈瓶子的自转角速度 再呈瓶子绕接地点进动的角速度 虽然瓶子转速很高 但此时进动角速度太慢 产生的回转力矩不能抵消倾倒力矩 于是九瓶继续倒向地面 但瓶身倾斜到一定角度后 瓶底接地面积增大 造成摩擦力提高 开始推动瓶身加速旋转 导致进动角速度增大 回转力矩增强 又超过了倾倒力矩 因此瓶口不再下行 并被回转力矩推高 但瓶子倾斜角度减小 又让瓶底和冰面接触面积减小 摩擦力减弱 使进动角速度变慢 回转力矩减小 不能抵抗倾倒力矩 瓶身又倒向地面 并使底部接地面的摩擦力再次增强 于是进动角速度和回转力矩再次增大 又一次把下落的瓶口向上推高 最后瓶子重心在震荡中移动到瓶底支撑面以内 成功地站了起来 这个案例说明 瓶底受到的摩擦力与接触面积有关 瓶口下落时 瓶底和冰面接触面积增大 使摩擦系数提高 于是冰面摩擦力增强 推动瓶身加速进动旋转 而瓶口上升到最高点 瓶底接地面积减小 使摩擦力减弱 又使进动角速度变慢 所以瓶身绕着千锤线转动时 会周期性地顿挫 这说明中学物理书上写的摩擦力 只与正压力和摩擦系数有关 与接触面积无关 其实指的是理想平面 而现实中的直线加速赛车 必须像冰面上的平底一样 靠增加轮胎接地面积来提高摩擦系数 这样摩擦力才会更大 同时该案例还说明 一个倾斜的陀螺在受到倾倒力矩 而绕支点旋转进动时 可以通过外力来帮助它加速进动 使陀螺获得更大的回转力矩 像冰上的瓶子一样自行回正 经过以上分析 我们已经对酒瓶等废品有了进一步了解 那么接下来请将您家里的奔驰车 开出来废物利用 通过收酒瓶和废纸 您将很快实现财务自由 每月的消除能达到我们为数 实现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